社員長這邊又提出了相當多不同的理由 現在最新的理由嘛 說疫情嘛 可能開放會有危險 那如果這樣子 為什麼下輪可以飛來台北 坐船回來或坐飛機回來 這些都不是大陸人 是國人耶 我覺得大陸對民進黨是非常的 沒有信任感 信任 那你拿到那個飛彈對著我們 不說共軍鎖台 你不要講信任了 你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社員長這邊又提出了相當多不同的理由 現在最新的理由嘛 說疫情嘛 可能開放會有危險嘛 搶藥還已經是最後面的理由 那我就說 那如果這樣子 為什麼下輪可以飛來台北 就航線可以 但是為什麼小山都不行 船不行 這個有什麼理由呢 然後他所謂的會來搶藥 也沒有自由行的會來搶 沒有路徑 沒有路徑可以路徑 坐船回來或坐飛機回來 這些人都不是大陸人 是國人耶 不過你就先開一半 讓金門人先 先回去陸配啦 陸配先嘛 先回去探親啊 還原啊 100個200個 過去可以吧 過去總可以吧 總是有一個開始吧 這個好 然後呢 對我沒有提出這一點 我們事實上也是分階段嘛 沒關係擔心我們就分階段慢慢開 因為斷了很久 總是要一個起步 隨著這個時機點 行政院長蘇貞昌在立法院的答覆 在你的陳述裡面 是不是 打打 他一直改變 改變理由開放嘛 對 一直改變理由嘛 為什麼 你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我們蘇院長這邊 蘇內閣這邊 他是打算把這個東西 當做一個跟大陸談判的籌碼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總有原因的嘛 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兩岸之間的管道 基本上都斷了線 就是所有的訊息都被 已讀不回或不讀不回 包括這是什麼龍水產品 什麼禁止出口到大陸 就所有的管道都已讀不回 所以我今天事實上也有聽到 現在在 孤立雄 他在院長大回覆的時候 就是說大陸覺得說小山那種開放 反正就是民間的事情 你們說開就開 當初也是我們說關的嘛 的確是我們這邊先關的 因為現在兩岸都斷線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沒有人可以做 這是一個 我覺得大陸對民間黨是非常的 沒有 沒有 沒有信任感 沒有信任感 大陸的說法嘛 他就一貫覺得 民黨是不能信任的 大概是這樣子 信任 那你拿到那個飛彈對著我們 不說你還那個 共軍鎖台 你把我們全部封鎖 那你攻擊 共軍在我們周邊飛來飛去 你不要講信任 這是什麼 這很有敵意 所有的東西都是 罰錯了 沒有 這你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所有東西都是累積的 你問以前我們恐惱我們 還講我們信任 所有東西都是累積的 那什麼 什麼原因讓他一直走到這個地步 我想當然第一個 國際的整個 中國跟美國這個兩權的抗爭 是一個 沒錯 因素 這個是當然 這個是一定的因素 然後接著就開始 大家要開始選邊站 選邊站 就越來越敵意 但是我們的政府必須看到 事實上國際局勢是有改變的 美國的拜登 跟大陸的習近平 是已經見面了 所以 中美是在彼此對抗 強權對抗中間 他們還是保留了交流的管道 大家看到了嗎 對 兩岸交流管道 我們站這一邊 我們站美國這一邊 我們卻斷了交流的管道 我們離大陸這麼近 我們怎麼可以斷交流 所以問我們 你們談談 請問我們 複雜 champ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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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